男子走到人行道上 右腳直接往一旁機車踹 他身旁的男子想阻止還拉不住 你可不可以正常一點 好好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把他下來把他下來 遠近即時到場 儘管有人頻頻道歉 但黑衣男子醉到不能再醉 警方只好將他壓制在地 由於現場就是腳踏車停放處 當時男子就是在這裡 直接踹倒了一整排腳踏車 酒後鬧事就發生在十四號 凌晨一點多 臺北市大安區中校東路四段上 二十八歲的劉姓男子 因為工作遇到瓶頸心情不好 和同事到酒吧喝酒消愁 喝醉了就在大街上又吵又鬧 接連踹倒好幾輛摩托車 還有腳踏車 你覺得非常有效率 藉酒撞膽 四處咆哮 或通報資源 聯絡家屬將其戴口 一般來說派出所會在轄內 KTV酒吧等比較容易發生事故 或姿勢地點 派遠景到現場定點守望 幸好當時警察正好 擔負守望勤務 及時上前勸阻男子 更二話不說 將他帶繁鎖 實施保護管束 不然恐怕還會有更多車輛 手到牽連 華視新聞就位梁陳建安 台北報導